优关中文学校生存发展的美国加州参议院1116号法案 传统学校法案日前获加州州长史瓦辛格签署生效审议过关 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对此法案通过非常开心 新任会长戴奇亮表示 长期以来中文学校的法律地位并不是非常明确 一旦当局稽查发现不符合托儿中心的规定时 就开罚单或勒令歇业 造成学生、家长和教师等方面的多重损失 参议院1116号法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并且获得加州州长史瓦辛格签署生效 我是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戴奇亮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一直很关心的也在推动的一个法案 SB111C终于在经过加州参众两院的通过以后 终于我们州长阿诺亲自的签字 现在正式的生效 我想我在这里要介绍我们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前卫长 义友军前卫长他对这一次这个法案的通过 从头到尾都在参与 琢磨非常多出了非常大的力 我们请义会长把这个议案的详细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是友军是今年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法制委员会的召集人 我今天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说我们所提到的在过去的五年 我们中文学校联合会跟这个加州的参议员 Bob Hoff所联合推动的一个法案 是参议院1116号法案 在上这个礼拜的二 这个阿诺州长正式签署立法 使我们这个在南加州 或是在全加州的所有的中文学校 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我们这个合法的身份就是 我们中文学校将来要属于 加州教育部下面的 Title One的一个学校 这个法案的这个由来是在五年前的时候 洛杉矶的这个社会福利局 开始清查这个洛杉矶县的 一些这个托儿所的情况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中文学校 他们认为是一个托儿所的学校 而不是一个中文学校 在那个情况下 他们关掉蛮多联合会下面的中文学校 从2003年开始 我们联合会就与这个参议院 Bob Hoff在想办法 使我们中文学校联合会 在海外的华文教育的这个领域里头 我们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我们不需要他们认为 我们只是一个托儿所的一个团体 所以在这个过去的四年 我们一共提出了四个不同的法案 在这个四个法案里头 我们跟加州的众议员 跟加州参议院 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协调 他们了解我们的需要 我们也了解他们立法的程序 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跟加州的教育部 我们跟这个LA County的警察局 我们跟这个LA County的这个 社会福利局有多次的沟通 然后产生一个法案 使他们觉得我们这么多义工跟志工 在课后在周末 能够为我们的小孩子 这个华文学习的这个环境里头 建立一个特殊的一个合法的管道 使我们的中文华文教育 将来能够进入主流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 中华文化的历史跟文字 所以这个参议院法案 1116号里头 在阿诺州长正式签署以后 这个法案从1月1号 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爸爸这个好消息 要各视各位